东莞处唯一跨足华东纵谷地带的瑞穗泛州中心 将近40多年的建筑老旧安全堪律 地方几经争取拆除重建的新生终于有了回应 东莞处在初步调查资源盘点后 6号下午特别召开公厅会 吸引瑞穗乡与玉立两地机关首长 部落协会及社团出席参加 提出了诸多建言 对于泛州中心建筑原地拆除重建的计划 更是乐见其成 喊了好多年 维修固乱西泛州起点的瑞穗乡泛州中心 堪比围楼的老旧建筑 终于要计划拆除了 东莞处去年完成初步调查资源盘点后 今天下午特别召开地方公厅会 说明新建筑体的规划设计 同时也听取地方的新生建言交流讨论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 我们要重造文化的话是很简单 但是要保留文化那是非常困难 没有看到太多是跟生态有关的设计 就是他的现在有一个超大的广场 也可以办一些市集活动 尤其是我们的厕所 我们的厕所因为泛州在假日的时候 人非常多 厕所几乎都不太够用 设计规划公司 规划设计的新站体建筑 这个案子之后啊 他的营运方式不晓得是怎么样 是管理处这边自己营运来招商进驻吗 还是说会走过走处餐之类委外的 这个部分 到这边看出休息了 可能申请这种可以让他洗澡之类的 这些是波动性的延长 就是要不然有解说的地方在哪里 这个整个东西 你们没有办法想象怎么运用这个空间 这个部分待会希望能够再 我可以再详细再说明 第二点就是目前规划设计里面 没有谈到植栽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边的未来的规划 假如是一个类似休息站的一个规划方向的话 相信它一个不合适的功能 可以增加我们地方收益之外 也会让人潮 让大家喜欢来这边 喜欢用这里的时候 人就会变多 1987年完工启用至今 已有34年历史的瑞穗泛州中心建筑 历经多次地震 台风吹残 目前建筑老旧且漏水严重 早已残破不堪 从2017年起 东莞处与地方就积极争取 推动拆除重建计划 终于在今年露出曙光 东莞处长林维林 感谢地方提供各项建言 让拆除重建的计划 能够更完善周全 更贴近地方的需求 而占地千坪的建筑基地 盖雇4000多万元的工程经费计划 未来东莞处也将按部就班 展开后续相关法令规定 流程作业 希望整个计划能够早日完成 提供更优质 多元化的占体设施服务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导 将士建计Notes建计划